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信是秦汉时期有名的名将 相信大家对这个名字都耳熟能详 要是你对这个名字一点印象都没有的话 去把你的历史老师揍一顿 他没教好 开个小玩笑 相信大家或多或少对韩信都还是有点印象的 韩信在没出名以前 生活很困苦 也没有正当的职业 只能到处蹭饭吃 什么叫蹭饭 这个蹭饭就是混饭吃的意思 有人就说了 韩信年轻的时候这么没出息 对了 很多成功人士他在年轻的时候都是没出息的 所以大家别看我现在这么没出息 过了十年之后再来看 还是没出息 韩信蹭饭 他都蹭谁的饭呢 他去蹭亭长的饭 庭长不讨厌他 可庭长夫人非常嫌弃韩信 有一次庭长夫人就叫庭长他们全家赶快把晚饭吃了 等到韩信来的时候 庭长夫人就说了 韩信啊 你又来蹭饭了 不好意思 我们都吃完了 连碗都洗好了 韩信听了以后 非常的生气 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 就再也不到庭长家混饭吃了 从此之后 韩信只能靠着钓鱼赚钱 要是钓得到鱼呢 还能吃一点饭 要是钓不到鱼的话 就得饿一天 这时候在河边有一位嫖母 什么叫嫖母啊 嫖母就是在河边洗衣服的老太太 她觉得韩信很可怜啊 她就跟韩信说了 哎 小伙子 你怎么老是饿肚子呀 哎 没事 来我家吃点饭吧 韩信听了以后 非常的感动 哎呦 老太太 我日后要是出人头地 肯定回来报答你 老太太听了以后 反而不开心了 老太太就说了 哎 我请你吃饭 是出于一片善心 不是要你的报答这么俗气 啊 我告诉你年轻人 你是年轻人 你就得想办法干出一片事呀 韩信听完以后 非常的感动 他就下定决心 在日后一定要出人头地 韩信后来到了项羽的帐下 做了执己郎 没有被重用 到了刘邦的手下 做了大将军 那才算是出人头地 他与张良 还有萧和 并称为汉氏三杰 之后 韩信回到 他到处蹭饭的地方 去寻找那位嫖母 那后来一打听 哎 嫖母还真活着 他见到了嫖母 就跟嫖母说 老太太 您还认得我吗 我是当初来跟您蹭饭的 那位韩信啊 老太太看到以后 都傻眼了 老太太就说 哎 你就是韩信 看您现在的穿着 是个大官吧 韩信就说 可不是吗 现在 我成了大将军 我给您带了千两黄金 来报答您 老太太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啊 老太太就说了 哎 当时我只给你吃了几顿饭 我不能拿这么多钱啊 韩信说 这叫有恩必报 老太太说什么也不拿 但是韩信说什么都要给 到最后啊 这个老太太迫于无奈 就只能把这些钱啊 勉为其难地收下了 后来人们觉得这个故事很感人 就把这个故事汇整成了一个成语 叫做一贩千金 现在一贩千金拿来形容人 受恩厚报 今天的大话成语呢 就到此 结束